大家好 咱们今天来给大家讲史评宫未卑的笔法 这个笔法它是传承有序的 如果不会笔法 那字写的就会非常的累 总是写不好 即使努力了半天 最后也是个门外汉 那如果会笔法 写字就会很轻松 一笔塑形 就是为了大家少走弯路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史评宫的真正笔法 OK 咱们拿个字来给大家举例 就是史评宫道相记的相字 好 转说相字的第一笔是个撇画 它是个纵向的笔画 拿若一相写方笔的话 一定要知道这个毛笔的间缘旗舰旗的特点 纵向的笔画呢 咱们毛笔需要向前倾斜那么一点点 对吧 你看 倾斜切入往下拉 撇 诶 写好了 你看是个旗头是个方头 竖划呢 一样同时起笔 往下压毛笔抬起来 你看见吗 我没有做多余的动作 这个毛笔是自己经过它的弹性 把这个方角给写出来的 就是它是一笔塑形 我没有描画 对不对 你看 同样的道理 我写一个撇画在这 那这个折笔 下来 这个撇画呢 它有一个撇角把它做出来 主动的一个特点 这个也是一样 向前倾斜 等到咱们写所谓的纳笔的时候 这个纳脚一定要注意一下 切入之后呢 纳脚向右稍微转动一些 然后顺势毛笔的弹性 把这个纳脚写出来 这就是一个指挥工的笔法 接下来呢 咱们把笔画拆分开给大家讲解 里面的笔法是怎么运行过程的 主要是说当大家写纵向笔法 像撇画竖画的时候 用毛笔要向前倾斜 你看 倾斜之后呢 向下按 之后调整笔封 写出一个撇画 再写一遍 倾斜之后向下按 调整笔封 对不对 倾斜的时候向下按 调整笔封 那如果咱们写竖画 也是一个道理 那倾斜之后 向下按 往下拉 回正毛笔 可以抬起来 经过这个毛笔的自己的弹性 把底下的这个方角写出来 再写一遍 看下来往下拉 调整 收笔 就形成了一个平行 次边形的一个形状 那如果是这种 上边细下边粗的笔画呢 一样 慢慢的逐渐往下按 把笔抬起来 逐渐向下按 毛笔也抬起来 对不对 那笔也一个道理 看好 那笔 压下去 那脚向右转动一点 抬起来 压下去 向右转动 把我铺开 对不对 完完全全利用的是这个毛笔的弹性 我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 这叫笔法 那如果大家看见有些人写字 比如说写个图画 它呢 什么逆风 下去 描一描弄一弄 往下拉 然后呢 再描一描 所谓形成了一个方笔 但是它没有神态呀 对吧 这是一个完全死板的笔画 它没办法去连接下一笔 而且这种东西练多了的话 以后去练形数也会有所影响 这就是没有笔法的一个结果 但是咱们有笔法 就很好办了 然后这个书法就变得容易多了 希望大家 这个能学到一些东西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